谢谢 谢谢你 知道大半夜被突一身 被迫在卫生间冲凉什么感觉吗 算了 我下次再也不带酒了 这是带酒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啊 以后不准随便自责 天大的事情交给我 懂吗 喂 季总 车柜时间到了 叫他们大办公室 我 我怎么办 你倒心了 嗯 好 咱们开始吧 上一秒还那么温柔 下一秒就开始耍人 美人的心都这么难琢磨吗 不用了 出去吧 全城古镇改建项目 从当地支持小组反馈的消息 目前 住在古建筑里的居民 已经相继离开 这一切 多亏季总找到那位悲书专家 对于本工程改造过程度 在那里面的建筑里面 要清除开简 不错 是 最新建筑的 需要修补的构建 注意在修补时 不要野蛮操作 要非常小心 材料要整齐堆放 防止雨淋 经常走车的地方 要用塑料布和木板包裹 防止月料时将柱子磕伤 由于本工程闭居 学生差不多了 今天到这儿 我们先回去吧 好 我可以出来了吗 随便你 过分 还要更过分的 想知道吗 坐 我 把我当七宝养学 我才不会有他那么听话